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结 这里是起针的位置 一个锁针立在这里 然后开始一排短针 那短针上面的纹路 先是方眼纹 方眼纹的话 我们以三针锁针为起立针 立在这一个针目上面 然后这里还有连着的两个锁针 所以空开这两个短针 接着在这里勾两个长针 然后就是重复的锁针锁针 接着长针长针 再是锁针锁针长针 长针 这个就是方眼纹的勾法 那第二圈还是重复方眼纹 依旧是一二三 然后四五 这两个锁针是在这里的 接着长针长针 锁针锁针 长针 长针锁针锁针 长针 长针 放眼纹结束之后 我们先勾一排短针 我先把这个短针给画好 然后开始脉碎纹的勾之 脉碎纹是以三个针目为一组 第一个针目上面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上面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第三个针目是怎么勾呢 第三个针目是在这一个短针的下方 这个眼的地方 这样穿过来 然后第二个针目是在第三个短针 这里一二三 不是三个针目一组吗 一二三 第三个短针的下方 这里 这个洞 如果这里是正好是方眼纹的 镂空的地方 那你就是直接从镂空的地方 这样带线上来 所以一二三 这三个针目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脉碎纹 好 接下来我们勾是从第四个短针的位置开始勾了 第四个短针上面 第四个短针上面先勾一个短针 再一个短针 然后第三个针目从这一个短针下方的这个眼这里穿过来 然后从第三个针目的下方这里 这样穿过来 接着再是短针短针 然后这样穿过来 再这样穿过来 那这里位置正好不是在镂空的地方 是在长针的 这个长针和这个短针中间交界的这个孔 这样子穿过来 看图解如果你觉得有点复杂的话 待会儿也可以看我实际的操作 这个是勾完十圈之后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勾方眼纹 刚刚我已经立了一针锁针 我们再勾四个锁针 所以一共是五个锁针 接着绕线 注意这五个锁针它是建立在这里的第一个针目上面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跳过这两个针目 下面一针应该是落在这个位置 落在这里 我们先绕线 我们先绕线穿过这个针目 穿过这个针目 勾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两个锁针 绕线 跳过这两个针目 在第三个针目上面勾长针 再试两个针目 再试两个锁针 跳过两个针目 跳过两个针目 勾长针 就这样一直重复到最后 在这里勾四个长针 接着在一二三第三个锁针针目的这个位置 硬八 立起立针 然后是一模一样的针法 再重复一圈 先是五个锁针 然后在这两个长针针目里面勾长针 再重复一圈 第三个针目加半目加礼珊的位置 硬八 立起立针 在第一个针目的位置勾短针 下面一圈依次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短针 锁针的位置就直接这样勾过来 在第一个针目上面引拔起立针 这样子我们就为麦穗纹打好了一个底子 接下来第一针 接下来第一针穿过原先的这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从刚刚的第一个针目下方的位置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短针 短针 线圈先穿过第一个针目下方 再穿过第三个针目的下方 就是这里 这样穿过来 三个线圈一起调过来 再接下一个针目 穿过第一个线圈下方 再穿过第三个线圈下方 在这里 这样 调过来 再下一个针目 第二个针目 穿过第一个线圈下方 第一个针目下方 再穿过第三个针目下方 三个线圈一起穿过 就这样重复完第一圈 编到倒数第二组花纹 这一排应该还剩下最后两个针目 那我们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短针 第二个里面还是勾短针 接着穿回第一个针目下方的这个孔 然后第三针穿在哪里呢 穿在一开始我们建立的这一二三 三个针目的第一针 也就是这里 也就是这个脉碎纹 两条脉碎纹的中间 这一个孔 这样穿过去 然后拉上来 带过来 那 这个针目其实就是 第二圈的第一针 我们在这里扣上记号扣 好 接下来第二圈其实就很好辨认了 你看这里是一个脉碎纹 那我们入针的话是从这个针目开始入 短针 然后再是短针 第二个短针的位置是在这里 也就是这一条脉碎纹的右边 这一个针目 然后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 这里先入一针 接着第二针是入在这里 这根脉碎纹的这个孔 这两个脉碎纹交界处的这一个孔 穿过去 穿过去 拉上来 然后下一个入针点是在这里 接着穿过第一个短针下方的孔 然后穿过这里 这两个纹路交界处的这个孔里面 拿上来勾过来 我刚刚是漏了 等一下 漏了一根线 这样勾过来 然后你会看到 这里斜着的两个纹路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就按照这个方法一直勾完这一圈 就是第三个针目是和这里的第三个针目错开的 这样子 然后在这里入针 然后在这里入针 这里剩下最后一个针目我们先勾短针 然后从一开始做记号扣的这个第一针 一直数 数完一圈到这里的最后一个针目 应该还是110个针目 接着我们取下记号扣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套上记号扣 这个是第三圈的第一针 其实每一圈就是刚开始的这一针需要判断一下 后面都是重复的了 穿过刚刚第一针短针的下方 然后下一针穿过这里 这里的这个脉碎纹斜过来的这个位置 穿过来 继续往下针 继续往下钩 后面就都是一样的 第三圈 第一个短针针目 然后下一个脉碎纹斜过来的这个位置 就 不过来 下一个针目的落点应该是在这里 这一根斜杠的当中下方这个位置 接下去取下记号扣 开始最后一圈 第一个入针点就是记号扣的位置 再扣上 这里 在这里 取下记号扣 然后在这里斜线的位置 入针 记号扣扣的这一针呢 就是下面一圈的第一针 那下面一圈我们是每一个针目里面都勾一个短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勾最后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引拔 接着起立 四五 五个锁针 跳过两个针目 这个针目不算 跳过下两个针目 然后在这个针目上面开始勾长针 然后就是开始方眼纹的重复了 两个锁针 跳过这两个针目 就从这一圈就从这个位置开始重复 这一组花纹总共要编织四组 接下去开始勾反短针 往回穿过这边的第一个针目 拉上来针目 拉上来勾短针 接着往回穿到这里的第二个针目 这样拉上来 然后勾短针 注意拉上来之后 这两根线是平整的 再勾过来 可以这样来回的整理一下 这里最后一个针目 反短针 把它勾掉 好 然后把这个线抽出来 这根线剪断 接着从一开始入针的这个位置穿过来 拉紧 然后从背面开始把这根线固定起来 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包身的部分就完成了 好 这样子包含了